《天地無情》 本來是天地的本質 天地無責任愛人 但他當然不會刻意加賀於人 玉女浮雲變古今 已讀不回 Book Channel 大家好,我是梁維武 今天為大家主持 已讀不回 Book Channel 2022年算是多時之秋 令心納納亂 忽然想起林超英寫的 《天地變何處安心》這本書 希望可以找到啟發 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 應該不少人都認識他 因為他比起之前的幾任台長 特別多說話 所以記者朋友很喜歡找他採訪 他來了職之後 退而不休 四周用風趣生動的風格去演講 時不時又因著香港的社會問題發聲 百分之百是香港 是KOL 林超英是我在天文台的時候的上司 我最欣賞他的 就是他批閱下屬的報告的時候 總會在文件上面 很用心地寫下 他為何要修改 為何不同意的理由 這樣下屬一方面就明白他的想法 另一方面又可以從中學習 另外他做了台長之後 沒多久就做了一個規定 每日下午六點鐘 所有同事都要下班 開了公務員的先例 天文台的使命就是保障人民生命和財產 避免受到天災的影響 林超英作為前台長 對天災當然是有些深刻的體會 所以他這本書一開始 就寫2008年的四川民村大地震 和2004年的南亞大海嘯 就討論究竟是否真的天地無情這種說法 首先他就說 情和愛其實都是一個心字 你要求天地有情有愛 就等於要求天地有人心 這些是強人所難的 所以天地無情本來就是天地的本質 天地無責任去愛人 但他當然也不會刻意加害於人 林超英是讀物理的 所以他就用物理的角度 去解釋地震和海事這兩個現象 其實這兩個現象 都是因為地球最表面的大概100公里那一層 不像雞蛋殼那樣 那麼完美無縫 反而是多些像龜殼 是由幾十塊我們所謂板塊組成 這些板塊之間 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向互相移動 長年累月的互相拉扯 擠壓或者碰撞都累積了大量的能量 當這些能量或者將來達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拉條橡筋 拉到太行的時候 突然釋放這些能量 造成驚人的破壞 林台掌就用刺爆這兩個字來形容 都可算為賄聲賄影 接下來台掌又說回老本行 即是天氣 如果以死亡人數計算 在所有天災之中 是颱風的殺傷力最大 1970年在孟加拉的一個風暴 就奪去了30至50萬條人命 颱風的形成 完全是因為在熱達海洋上面 出現了一個低壓區 空氣就好像水向低流的原理一樣 就流入低壓區裡面 這樣一來 低壓區就穀滿了又濕又熱的空氣 這些空氣是入海無門的 就只有向上升 天空裡面的水分就迎結成環 接著就釋放出能量 使到空氣就加速向上升 海洋其他地區的空氣 又加速向著低壓區匯聚 在地球的旋轉作用之下 氣流就呈現螺旋形的軌跡 越是接近低壓中心 空氣就好像花式流冰的運動員一樣 越轉越快 說了這麼久 其實就想指出一件事 颱風究竟在哪裡形成 地震在哪裡發生 都有他們的自然規律 不管那裡有沒有人住 或者有沒有船隻經過 這些都不是颱風或者地震要考慮的因素 你試想想 如果有一個好像2018年的山竹這麼強的颱風 經過一個無人小島 會不會有人死有災難發生呢 颱風之所以成為一個災難 是人在不適當的時候 在不適當的地方出現的 所以所謂天災的災 其實不是天災出來的 我們就不應該強行算在天的頭上 無人小島這個例子 其實帶出了一個風險的概念 如果沒有人暴露在危害當中 我們受傷的機會就是零 所以我們的祖先所說的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正正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打風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追風觀浪 下大雨的時候 或者下大雨之後 我們要盡量避免經過大樹 或者危險斜坡 這些意識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 根本就是本能和直覺來的 但是我們在城市長大的人 很少接觸大自然 忘記了天道運行的規律 意外發生之後 又埋怨天地 又說天地無情 如果天地有靈 都要大喊冤枉 如果有情 就是對人好 這樣天地養活了全世界七十九億人 天地應該是有情遠遠多於無情 對於中國長江以南的人 包括我們香港人 更加要珍惜天地對我們這份情愛 為什麼呢 因為在四千七百萬年前 印度版法以雷霆萬鈞之力 撞向歐亞版塊 擠壓出高聳入魂的喜馬拉雅山脈 由印度洋帶有豐富水分的貴又風 受到喜馬拉雅山脈的影響 部分就留在東面的中國 令到華南地區得到額外的水分滋潤 成為中國最富庶的魚米之鄉 不過很可惜 不是人人都珍惜這些天賜的甘奴 譬如我們香港人的用水量 已經比全球的平均多了很多 但在去年 當東江流域經歷嚴重的乾旱 而香港本地收集的雨水 是連續很多年下降的情況下 香港人的用水量反而上升 如果這樣長止下去 我們香港再次祭水 可能不是太遙遠的事 中國人的祖先 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想法 我們古代的神話 盤古開天 裡面形容宇宙原本是混沌一片 天和地根本分不開 但是巨人盤古 就以一個大斧頭開天闢地 天就在上面 地就在下面 人就在中央 反映了我們中國人 就將人體成是自然的一部分 莊子都認為天人本來是合一的 但是後來人就失去了原來的自然本性 所以他就說 我們必須要修行 達到萬物與我唯一的精神境界 將我們真的人性釋放出來 從科學的角度看 地球誕生的時候 大氣層幾乎完全沒有氧氣 所以是不適合生物生存 但是一些微細的棗類植物 就可以吸收空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製造氧氣 跟著太陽的紫外光 就將部分的氧氣轉化成臭氧 在高空那裡就形成一層臭氧層 吸收了最強的紫外線 有了這個地球的自然保護罩 大地的生物就在這個時間 慢慢在陸地上面繁衍起來 今天我們很多城市人 都很抗拒一些小昆蟲 小動物 有些小朋友看到昆蟲 甚至會驚叫起來 其實我們大家都忘記了 這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原來是為我們創造生命的條件 如果用臨台掌的原意 是他們發牌給我們生存的 除了細菌之外 地球上其他所有生物 以至死物 其實都默默地把二氧化碳 氧氣、溫度等等的參數 調節到一個令所有生物 都可以舒適地生活和繁衍的狀態 今年已經102歲的英國科學家 洛夫洛克 Lovelock 它構想地球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 它叫做蓋亞Gaia 這個與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 可謂不謀而合 雖然Lovelock的Gaia有一個調節的機制 但是這個能力總是有限的 所以在歷史上 其實是出現了五次生物的大淘汰 我們稱之為物種大滅絕 最近一次發生在6500萬年前 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溫石 跌落到現在墨西哥灣附近的位置 它所淺起的塵埃 就籠罩著整個地球 遮住了陽光 所以有八成以上的生物 包括恐龍都死了 最近這幾十年 另一次滅絕事件 已經在醞釀中 原因不外乎是環境污染 過分捕獲 坎佛森林 人為的全球暖化等等 百分之一百的人為因素 和以往過去的五次滅絕事件 純粹是天然的因素 是有根本的分別的 現在我們消耗的資源 其實已經遠遠超過 蓋瓦所能夠承載的極限 情況就好像我們握著一輛超級跑車 只是故自欣賞四邊的無限的風光 但是沒有留意到不是多遠 原來有個萬丈深淵 後果是怎樣呢 大家都心中有數 這樣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台長就說 世事紛擾本為人造 明白之後 大家可以主動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恢復人心與自然的連繫 以謙卑對自然 以簡樸為生活 以人愛待眾生 這樣安放自己的心 人自會開心安寧 祥和自在